我的儿子和他的一个朋友,在经历拉斯维加斯枪击事件后回家了,但是他昨晚没有回家,奥尔法诺斯的母亲,充满悲伤和愤怒的说道。 他表示希望枪支管制,希望美国不会通过枪支管制法案,这样就没有其他人的孩子回不了家了。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9日报道说,奥尔法诺斯是一名美国海军老兵,留着浓腻的胡子,面带轻松的微笑。 在他社交媒体的页面上,还有一些表现爱国情怀的照片,和纪念911世间的照片。 当地时间7日晚11时20分左右,枪手一恩戴维朗持一把配备了超长弹侠的手枪,进入加利福尼亚州文图拉县少三欧克斯11家酒吧。 酒吧内当时正在举行大学之夜主题活动,在场书版人中,很多是附近大学的学生。 老进入酒吧后,首先朝一名警卫人员开枪,然后朝人群射击。 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和一名警供在内的13人死亡。 据CBS介绍,另有几名经历了拉斯维加斯暴动的幸存者,这次在加州酒吧枪击案中再次幸运。 近年来,美国枪击事件频发。 2017年10月1日,一名枪手在拉斯维加斯扫射参加音乐会的人群,致使58人死亡,500余人受伤。 今年10月27日,匹兹保里一座犹太教堂发生枪击事件,导致11人死亡,6人受伤。 据美国民间机构枪支暴力档案统计,截至11月8日,今年全美一发生死。 8966起枪击事件,导致第12478人死亡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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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